来 吃饭了吗 没吃 不想看你妈的脸色 我去 文理 妈 您饿了 这么晚还没吃东西啊 妹妹饿了 想吃点东西 那个齐小玉跟你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呀 行了 妈是过来人 你瞒不了我 她的心思都在你大哥身上 她能让你碰她的身子吗 你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想什么呀 对付七小玉这样的人啊 要么你就让她对你死心塌地 要么就跟她离婚 离婚 你觉得离婚有用吗 我今天跟她离婚 明天大哥又给我找一个 我不喜欢的 妈 省省心吧 她不会放过我的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呀 我喜不喜欢也就这样了 这个七小玉 要是能给你生个孩子就好了 这还可以拴住她的心 想都不敢想 七本礼 我说你怎么这么窝囊啊 自己女人你都搞不定 不就让她给你生个孩子嘛 这还不简单 要不要我帮你呀 行了 行了 来 成了 文艺 不会出人命吧 我怎么摊上 你这么个没文化的妈呢 这是蒙汗药 不是披霜 吃了最多发发汗 死不了人的 行 赶快去给他送过去吧 妈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不去 我去 我去吧 你可记得给钱啊 去 去的 过去呀 过去 去吧 去吧 喝点粥吧 喝点粥吧 妹妹 要不要再喝一碗粥啊 去 去 去 我 我 你还好意思笑 你给的那些蒙汗药 一点用都没有 蒙汗药 蒙汗药它就是个传说 我都没见过 你没见过 那你给我什么东西 面粉 厨房里还有 你还要吗 超不得收拾你 这种事情你也敢 你们别打了 这事也不能怪我 你不能怨我 我这是帮你 你自己连个娘儿都搞不定 你还赖我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那可是你自己的毛病 笨医 你怎么这么捉弄你哥呀